注意看,视频中的红衣女孩就是全网最爱的全红蝉,可是她却生病了。 近日,中国女子白名名将梁晓静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和蝉宝一起散布的视频。 通过视频不难看出,全红蝉满满的疲惫,大大的眼带,憔悴的面容。 说起话来也是浓浓的鼻音,应该是生病了,看得小编一阵心疼。 要知道全红蝉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北方的冬天对南方姑娘来说终究是不太友好,加上蝉宝寺杭州亚运会后,直接奔赴广州参加商业活动。 此时的她从走路时就不难看出,已经有伤在身,接着又是连轴转的比赛,武汉全国跳水锦标赛,多花市锦赛选拔赛,就是铁打的身子也会吃不消。 虽然说运动员日常工作就是训练,但是蝉宝毕竟是个16岁的孩子,一个血肉之躯。 最近几个月,全红蝉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尤其是在武汉的比赛,裁判不明原因的压分,粉丝现场喊话媒体。 全红蝉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所有的比赛,最终荣获了两项双人冠军,两项担任亚军。 对于这样的结果,网友们众说分谈,有的说是裁判故意压分所致,有的说因为全红蝉有伤在身,所有场内场外的发生,最终都变成了全红蝉的压力。 在最后的颁奖礼现场,蝉宝全程面无效仪,一个16岁的孩子,除了日复一日的训练,比赛还要面对舆论的压力,怕太累了,他也是父母宝贝的孩子。 2021年东京奥运会蝉宝一举成名时,尤其向全红蝉捐赠房子、现金等,都被其父亲拒绝,他说不想消费女儿的荣誉,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保护,可如今眼前这个身心俱疲的全红蝉,父母看到后又该有多心疼呢,粉丝们也很担心蝉宝,希望蝉宝早日康复,同时也希望全红蝉健康成长,快乐生活。 不过好消息是,本赛季基本结束,跳水健儿们将迎来东迅期,希望我们蝉宝可以借此机会,好好调整身心,早日做回那个快乐无忧的蝉宝。